粽子是端午节的传统美食,每年端午前,各式各样的粽子便会在各大市场上出现。 然而,香港70年的粽子老店家胡却在临近端午的十来天里大门紧闭。 端午节前近半个月,家胡已暂停营业,欧爱侠作为店里的化石人却一刻都没能停歇。 他告诉记者,一年里最忙的日子才刚刚开始。 电话铃声响个不停,欧爱侠的四弟欧伟刚接起电话,熟练地记录下客人的需求。 墙上写满了粽子的类型和个数,欧伟刚称,每年距离端午节还有半个来月,他们的订单便已爆满。 每个端午节,第一万多二万只,过半月,我已经很多日都满了,端午节前十日,因为我们出货,有些人是拿到外国的嘛。 那我会特别早点跟他做。 欧爱侠在欧家五姐弟中排行老二,负责调味和质量把关。 欧伟刚则排行老四,负责包纵和管理。 他们所在的这家店铺藏于香港十三位南山村的街市旁。 这个品牌从1949年创立至今,已有70年的历史。 70年前,欧家姐弟的母亲跟随家人南下来到香港,随即将上海的粽子带到这里。 松软浓香的粽子很快受到街坊邻里的喜欢。 慢慢地,母亲便与家人一起开了家湖,将这一传统味道保留下来。 从小竟在粽叶香味中长大的五姐弟,也慢慢地喜欢上包纵,传承这一传统手艺。 每年端午来临,姐弟几个便停下工作,与其他家人朋友一起围坐在小小的店铺中包纵。 不断绷,宛如小时候。 我们充滞的时候,你知道吧,以前香港也没那么多食物的嘛。 那些人就吃粽子了。 我们在读小学院接触的了。 初初不是用来包粽子的,要用来剪草,穿繩的。 我们自己有时候喂食,看到包的这么过瘾, 跟那些、叫那些师傅,叫我包,坐在那里又包。 叫个师傅帮我们煮种 我说我有个私家种 你帮我煮出去 这样的 慢慢慢慢才会爆 包粽的过程简单去讲究 进货准备食材 洗液洗米切肉腌料 搭配包粽绑绳上蒸炉 要做成一个粽子 从一个半月前便要开始着手准备 粽叶来自上海 软度适中 糯米一定要选择新米 饱满富含米香 进化火腿要选最中间的部位 南肉要肥瘦搭配 才能香而不腻 欧安侠称 制作粽子的所有步骤 都是纯手工 确保制作精良 时代变迁 多数食材已有变化 所以多年来 它都坚持亲自示味 确保味道传统纯正 始终你假手于人 味道当然不同了 一定是自己亲自身为的 我位置最重要的 我们有些客人吃了几十年 上一代吃 因为那时候他们都有二十多岁 现在五六十岁 已经吃了几十年了 有些客人很厉害的 订完之后 吃完回来 打电话来说 你这种很好吃我想再订 很好吃 那你就会有满足感 你告诉你很好吃 端午节前夕 家户的门终于开了 门口早已排起长龙 人们从香港各地区赶来 希望能抢到最后一批家户粽 做粽子是欧家姐弟多年不变的传统 吃家户粽 则成了时刻们端午节不可缺少的一环 我来了很多年了其实 我每一年都会来一次的 因为这里的种很好吃 是我试过最好吃的在香港 你吃到它是用很多心机来做 我帮衬了十几十年了 连我个儿子都喜欢吃 所以每年就算它很贵 我们又四五十元吃到 现在它八十几元一个 加了一个double 我们都照帮衬 欧外侠称 祖辈们留下的配方 是比财富要好好珍惜 祖辈们留下的招牌来之不易 希望能和姐弟们共同守护 做到做不动为止